大家好,我是瘦魔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HGAC XXXG01-D2 Gundam Deathsize Hell 地獄使神鋼彈 那這部機體我想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之前我在Metalob回程的時候就已經介紹過了 那總之呢,它出自1995年的新機動戰技 Gundam W TV5小強後期型其中之一 那這所謂HGAC 這個AC叫After Chronic 那事實上就是Gundam W的年號 那到目前為止呢 它的HG所謂的TV前期吳小強已經出完了 那後期吳小強也差不多了 那只差這一次的地獄使神以及雙頭龍 那事實上呢 它之後可能還會有像是OVH小說版等等 但最奇妙的是 之前在Gundam創壞者的時候 我們介紹過天堂聖徒 事實上呢,就兼用它的設計 但是呢,沒想到兼用的先出 那反正它的原點一直拖到現在才推出 也算是蠻晚的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這個包裝 這個黑白印刷 單色印刷就知道 它是PP限定 所以呢,入手難度跟價格 當然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呢,為了要收集TV的吳小強的後期型呢 其實也是只好就咬牙稍微收一下 那首先打開你可以看到 第一片這兩片呢 是它的這個抖篷的零件 那以及呢,它的四色成型件 包含這四種顏色 那以及呢,它還有像這樣的 PE滑套關節 那另外呢,它也有一些鋁箔貼 這補色貼紙 那還有呢,它的透明件 像它的鐮刀以及盾牌的發射光速等等 那其他就是一些關節件 以及它本體的白色 它零件術就這樣子啦 其實也不多喔 那其中的像它的說明書的部分 也是做得非常簡單喔 因為PP限定就是非常透空簡料 都是單色印刷 好,那大概就這樣 我們就直接把它組裝起來吧 好,那麼簡單組裝起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外觀造型跟分色分件 它的體態比例跟之前的 死神鋼彈或天堂聖徒 有87分以上的相似度 因為手腳及關節零件很多 還是兼用喔 造型還是非常好看 而且呢,再加上這個非常誇張的大斗篷喔 那平常可以像這樣收折起來 展開之後就變成六片翅膀喔 看起來是非常有氣勢 不過呢,我覺得它做的最精彩 就是它的細節分件 比如像這個盾牌的部分 紅色跟黃色也是分得非常非常細喔 不過呢,邊緣這邊的黃色 它就給了補色貼紙 那除此之外呢 像它胸口旁邊這六個有點像龍爪 或是骨頭的造型 也是分得非常的細緻 但是呢,靠近中間這六個色塊的灰色 它就給了補色貼紙 那除此之外 像是前檔的V字形 胸口中間這個紅黑色的三角形 還有呢,它的眼睛跟監視器等等喔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抖篷內側喔 因為它為了呈現外面這個白色 所以呢,它裡面也是白色 因此呢,可能就需要自己補這個貼紙 或者是稍微塗裝一下喔 但總之呢 細節已經做到非常的精緻喔 那尤其是它這個頭部 我覺得做得特別厲害 因為呢,我稍微算了一下 它頭部就有11個零件喔 那主要是為了呈現 它的這些白色邊緣跟中間的線條 所以呢,事實上在裡面 有一個白色的內構、主架構 外圍再把這些藍黑色的零件再套上去 包含前面這邊也是獨立分件喔 所以呢,這邊其實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細緻喔 造型也非常的好看喔 那另外呢,它整體的造型結構上面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那主要像手這邊呢 可能會有合磨線的痕跡喔 那以及呢,腳底板這邊前面有一點偷膠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它的天線的部分呢 可能自己稍微需要削尖一點點喔 那基本上呢,需要加工的部分真的不多啦 尤其呢,補色其實 簡單筆圖一下也是很快就可以完成喔 那一下呢,我們就稍微簡單做一點處理喔 看看最後完成之後呢 整個感覺會是什麼樣子吧 好,那麼經過簡單的打磨跟補色之後 我們先做一下尺寸上的對比 HG系列不管是死神鋼彈、天堂、聖徒 或是這次的地獄死神 其實頭頂高都差不多喔 大概13公分不到喔 那因為都是採用同一個素體 但是很微妙的是喔 它的設定16.3公尺 但是如果你對照一下 這是1G初鋼 一樣是1.144分之1 那它的設定18公尺 16.3 可是呢,看起來差不多喔 那肯定有一個不太對 那事實上呢,是因為新版的HG五小強呢 它其實尺寸上有稍微放大一些些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 這是大概1998年的樣式HG喔 是地獄死神的EW版 你就會發現說呢 尺寸上新的HG比舊的HG呢 有稍微高一點 那因為我一下找不到 當初1.144分之1的TP版地獄死神 我就拿EW版來做個替代喔 那因為經過20幾年呢 稍微漲高0.5公分好像也是合理 但總之呢 新版是有在更大一些些喔 其實當年的HG是做得非常優秀喔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輪到它 推出新版的HG喔 也是蠻令人期待的 好,那麼這三個版本呢 它的骨架呢 跟一些基本的關節 手腳零件其實差不多喔 譬如說呢 它的這個大腿到小腿 這個主要結構其實是完全一樣的啦喔 那包含身體的部分呢 像腰部的關節 或者手臂的上面這一段呢 其實也都是完全相同的 那比較奇妙的是喔 當初這個天堂聖土王那照理說它是全新的設計 應該排序在地獄死神之後 但是呢沒想到它搶先在地獄死神之前先登場啦 那可能也是因為呢 當初是為了要推那個鋼丹breaker喔 可是呢這兩者還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喔 它很多的零件它還是有大部分兼用 譬如說呢你可以看到這個腳板到小腿 還有包含前面的護甲以及呢大腿 那甚至呢它的身體喔 這個腰部的部分 還有包含呢它的手臂上面這邊也是都一樣的喔 但是呢仔細看還是有蠻多差別的啦 譬如說呢它的腰部的側裙甲 以及呢前裙甲的造型 包含寬部還有它腰炮的設計 那以及呢它的胸口的造型是完全不同喔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地獄死神的設計 我覺得它分件比起天堂聖徒來的更加精彩 那更不要說它的頭部這頭盔的細節喔 也是做得非常非常棒 那天堂聖徒那時候我腳斷掉一直都還找不到喔 那包含肩膀的部分造型也有所不同 以及呢天堂聖徒它的手臂這邊還增加了所謂的透明件喔 零式系統 另外呢比較有趣的一個對比就是呢 它的肩膀一直連結到這個披風的這個設計喔 那其實呢像是天堂聖徒 它是從後面這個背包呢延伸出一個連結件喔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像這樣前後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角度上面的調整喔 那上面包含這邊有點類似鐮刀造型的設計 但其實它其他的細節呢也蠻多地方也是蠻相近喔 不然中間這邊的結構也有所不同喔 那舊版的這個地獄死神的部分呢 在這邊的設計看起來就稍微比較簡單一點點 因為畢竟它也算是遠點喔 可是我覺得它的設計也是非常的緊湊非常的巧妙 譬如說呢它跟肩膀這個抖膨連結呢 它是在中間這邊先做一個轉軸 所以呢這邊是可以上下做角度調整 而且呢側向這邊也可以調整 那包含了這個結構呢 這邊是連到側邊這邊有一個 等於是好像是這個噴嘴這個造型喔 所以呢造型細節我個人也是覺得還蠻喜歡的啦 那尤其是呢前面這個白色跟紅色的配色 那其中呢有些細節我是簡單做一些筆圖啊 包含這個抖膨那邊的黑色 像眼睛的綠色 頭上監視器 以及呢所有金色的部分 我也是用的這次是用這個E7的M04珍珠金 因為它的發色其實不是很好控制喔 但是呢它的好處是其實很耐玩啦 就不怕會掉起喔 因為消極細的 那除此之外還有像是灰色的細節 以及呢這個胸口的三角跟寬部這個V字型喔 那注入此類的啦 那其他呢像是它腳部照理說 應該要跟之前的死神鋼彈一樣喔 要稍微刻線加深喔 簡單錄一下墨線 但因為之前我已經做過 這次就有點懶得做喔 所以這部分就稍微偷懶喔 請大家多多見諒喔 但總之呢這兩個版本造型 我覺得都還是非常帥啦 尤其這個大斗篷呢 它又有這兩種不同的變化 造型也是很有趣喔 那當然跟最早的這個死神鋼彈 兩者相比之下呢 也是有很多結構都是共用的喔 但是巧妙也是各有不同喔 其實我個人還是蠻欣賞 早期大學員幫忙老師的設計喔 雖然說Cutkey老師的設計也是非常的厲害喔 但是呢如果以第一史神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更喜歡當時的這TV版的設計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它的細節跟可動造型喔 那首先呢它頭部的可動就很簡單 就是這個球關 不然上面下面都有一個球關 所以呢往前低頭往上抬頭 角度其實都不大 包含左後旋轉的部分也是非常有限喔 尤其被左兩側稍微卡到 那披風之後我們再來看喔 那首先呢它手部的部分呢 像前面一樣有一個引出關節 可以大概到這個角度 那往後也可以大概差不多二三十度左右 球型關節的連結 前後的旋轉 但是呢往上舉的時候呢就會碰到它上面這個 這個抖篷的結構喔 所以呢手臂呢它抬起來的角度是有限的 譬如說往側邊也可以到90度左右啦 那上臂可以旋轉 手肘兩段式的可動 也是可以到將近對折的程度 拳頭就簡單的球體關節 那它的這個盾牌的部分呢 當然它連結這邊是一個柱狀插銷 可以像這樣做角度上的調整 同時呢它裡面這邊也是一個連動的齒輪結構 所以呢你拉一邊喔 另外一邊也會跟著動 但是呢建議不要只單邊啦 因為它強度畢竟還是有限喔 它可能會有折斷的問題 所以呢轉的時候最好是兩邊呢 同時一起轉動 這樣會比較萬無一失 那展開就像一個爪子 合起來呢就像一個尖刺喔 這個設計也是非常的有趣 那另外呢它的腰部左右的旋轉 角度也是蠻大的 360度都OK 那以及呢它中間這邊還有做了一個分件喔 所以呢往前往後 側向也都有一些角度上面調整 事實上腰部這邊還可以再往下拉一點點喔 可動度還可以再更大喔 不過這邊我拉的推的有點進去喔 不太容易拉出來喔 總之呢拉出來之後呢 腰部它的可動還可以再更大一些些喔 那另外呢裙甲不然它其實中間連起來 你可以把它剪斷之後呢 左右就可以單獨可動 不然測裙甲 但測裙甲翻起來角度就比較小啦 前後可以做一點調整 稍微避開之後呢 往前抬起來可以超過90度 包含呢前面這邊也是有一個滑軌的設計喔 所以呢往前抬起來角度其實蠻大的喔 那其實包含它的 那個裙甲部分喔 它的寬部事實上它 W系列這邊有一個很奇妙的一個設計喔 就是呢它的下面這一段可以直接跟上面腰部這邊做一個 位移的角度上面調整 所以它角度可以再更大 但是呢因為中間這兩個可動結構 所以呢讓它的主體結構也會感覺有一點點鬆啊 譬如說呢像之前的地獄石神 其實玩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有些結構就會稍微比較鬆一點點喔 這有時候關節做太細呢 在把玩上就會變成像這樣子喔 好那另外呢上面這一段平轉關節 360度旋轉以及呢 膝關節也是兩段 同時呢這邊還有一個鎖定的結構 平常可以扣緊喔 這整個結構就是固定的 但是你把它鬆開之後呢 這邊角度還可以再增加一點點喔 這之前在地獄石神呢 在石神鋼那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有介紹過喔 但總之呢它造型大概就像這樣子 好另外呢它的護甲的部分呢 也是個球體關節的連結 它的腳板往前往後 側向的貼地喔 基本上都還算是可以夠用就好了喔 好那斗篷的設計 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 它跟天堂聖土其實又不一樣喔 首先呢第一個是它這邊連結 有一個上下可以調整的關節 然後呢中間這邊有一個側向關節 所以它角度其實蠻靈活 變化也算蠻大的喔 可以到側向或是往後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呢它側邊呢 這邊是球形關節的連結 那所以可以整個往上翻 甚至呢側向的旋轉 後面這一段也是可以整個往上翻到 蠻大的一個角度 包含前面這邊也是喔 雖然它可以像這樣子 拼合起來變成一個斗篷的造型 但是呢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卡扣 可以做拼合喔 所以你可能要藉由這幾個角度 關節上面的調整喔 讓它稍微對齊 不然後面的部分也虛無齒喔 它也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卡扣 可以做連結 但是呢角度上還是可以很容易去做微調啦 那除此之外呢 很多小細節其實都做得蠻精緻的喔 好 這是它的可動跟它的一些關節結構的設計 最後看看武器配件的部分 地獄使臣的武器其實不多喔 那主要是一把雙刃的鐮刀 同時呢在它左手這邊還配有一個尖刺盾牌 那這個盾牌呢 上面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在旁邊那個金色噴 我有稍微做了一點塗裝喔 讓它的線條更加的完整 那其中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刀刃打開之後呢 裝上它的綠色的特效件喔 像這樣子 感覺就是一個光束刀刃 從中間這樣飛出來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支架 像這樣把它固定起來 就變成一個中距離的飛行道具喔 造型或者攻擊方式都非常非常帥 那除此之外呢 像是這把雙刃鐮刀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兩把喔 一個是收納形態 但這個形態呢 它造型就比較陽春啦 譬如說後面就大偷膠 以及像這個噴嘴的造型呢 也是做的比較小 而且呢 也沒有什麼細節喔 所以呢 如果想要讓它做的比較完整 其實也是需要做一點點的加工喔 那這個平常就可以像這樣子喔 插在它的後面腰部這邊喔 那你要從右邊這樣收進去 或者是從左邊這樣插進來呢 其實都OK啦 就看大家怎麼去使用喔 這是它的收納形態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它展開之後呢 就像這樣子喔 整個握把的部分呢 就變得非常非常長 那另外呢 它前面這邊呢 其實也設計了不少關節喔 像這邊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因此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關節 做一些角度上的調整 那首先呢 它下面這邊是一個 比較大的鐮刀的刀刃 上面呢 這邊則是比較小的刀刃喔 其實我以前一直覺得 好像大刀刃在上面 會不會比較好看 但總之呢 它設定就這樣子喔 那當然你就可以利用這些關節 來做一些角度上的調整 比如說往前 或垂直90度 甚至呢 這兩個要平行 或是開一點喔 這就看大家怎麼樣去做調整喔 那當然使用方式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的手型 或是呢 它的這個空心拳 整個展開 握在手上這樣 也就OK了啦 使用上倒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喔 比如說你要 單手手持 或者是雙手的握持呢 就是角度上面去調整一下就可以了啦 那並且呢 除了它基本這種空心拳之外呢 其實W5小強 它都有固定的手型 比如說呢 開掌手 以及呢 這是來自沙漠鋼彈的握刀手 這些呢 都可以自由運用 但是 反正都一樣喔 所以我就連剪都懶得剪下來喔 好 那造型上面還是非常非常酷啦 尤其呢 這整個展開像是六片翅膀一樣的造型喔 讓它視覺上有一個很好的延伸性 那同時呢 不管是它這一把 尺寸造型非常非常有存在感的 雙刃鐮刀 或者是像它的尖刺盾牌 其實造型呢 都會比原本的 使神鋼彈來得更加的華麗喔 但我覺得它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喔 這是大和圓滿老師當年的傑作之一喔 對於喜愛這種比較中二喔 比較超級系的鋼彈的朋友喔 這W5小強也是每一支都必收喔 那到目前為止呢 W後期型他已經有出了 飛鱗室以及這一次的地獄史神 那其他呢 像是沙漠跟重武裝的部分就是 兼用那沒什麼大改啦 這基本上就是喜歡可以收喔 但總之呢 最後就等這個雙頭龍鋼彈喔 就可以把TV後期型的W5小強全部補齊了喔 那個人還是蠻期待 之後呢 會不會出無盡華爾茲的W5小強喔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那今天就為大家簡單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